初暴特警队队员手持盾牌准备进行攻坚 这个新型防弹盾牌配备各项高科技 包括后备式悬料系统 高功率雷射指引器搭配夜视镜 内建强光暴闪灯及热成像功能等 这是由埃尔利集团捐赠了每次高科技防弹盾牌与周边配备 价值上百万元 由于初暴特警队担负刑事局重大案件攻坚与要犯逮捕任务 相对的勤务风险性较高 因此军人出身的埃尔利集团总裁常卢山 希望透过这一次捐赠协助维护除暴特警队员执行安全 也提升打击犯罪能力 让刑事警察局长周又伟相当感谢 我们刑事警察局长周又伟相当感谢 我们刑事警察局长周又伟相当感谢 那我觉得照我立场来讲的话 那天刚好有机会看他们装备 所以我觉得这个装备那已经不服使用 原来的装备要带十几公斤的盾牌 看哪前面只有三叻 那你想十几公斤你当手拿的空间 你关走楼梯 你上去可能你要放弹匣都不方便 所以我们请了这个产商去国外采购 我跟他一个要求我到全球最好的车费 他都去美国找 那我觉得警察代表全中华民国在执行公权利 每个人都很重要 我认为人是最重要的 所以不管多少预算 我说这个我要买最好的 那不够我们尽可能再帮忙做帮忙买 事实上在我们的特勤上 我们每次出去攻坚 除暴特勤队方面也说明 这一些新式装备 对他们在执行勤务上的具体帮助 我们使用防弹盾牌是一个手要拿盾牌 一个手持枪 大家在电影中都看过 可是那你有去想过说 万一你手枪的子弹打完 你就一个手 你换弹匣的世界很方便的世界 那你可能就会 你的防弹盾牌的面相 就会就会没有 就是会没有操的手在里面 会偏移掉 将会产生危险 那防弹盾牌旋吊 就是吊着的话 你可以腾出你的双手 去做其他相关的战术动作 防弹盾牌或者是另外在取用其他的装备 所以在这个功能性上 它跟传统的防弹盾牌相较之下 是差一些很大 除了节省人力 节省盾牌手持 使用盾牌的体力的消耗 然后也对于整个单位 在执行攻坚任务的时候 安全性有更高 刑事局除暴特勤队 目前有24人 成立7年来 已经执行攻坚勤务达480场 包括打炸 弃毒 速枪 扫毒等实战经验丰富 透过高科技装备的加入 将可强化警方打击犯罪能量 更有效维护第一线 执行远警的安全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伤队 线